2022年靖丝法随庙莲华金藏演义正在全球各地进行当中 新山的慈祭志工也准备就绪 透过手语和唱经分别在南马和北马入金藏 其中208位庙首志工在南马新山靖丝堂做好准备 另有将近80人的庙英团队 昨天则已分别搭乘飞机和长途发誓 浩浩荡荡前往700多公里外的几打 准备和来自全马各地的2000多位志工 在几打靖丝堂的感恩堂内 共同呈现一场庄严的临山大法会 公演前一个月除了实地演练 线上集训同样稻气十足 流程的改变的一个调整 那我们外周的这个庙英呢 其中是有两手是有全部的动作 赶快就安排那个线上的一个说明 先解释给大家那个手语图的那些动作 大家都其实很用心都在努力学习啦 每一次的练习不断地抽出自己宝贵的时间 大家一起来成就这一场法会啦 为了赶上进度 婆婆妈妈们趁着实体演练 努力牢记每一个肢体动作 毕竟一直来对手语就是比较慢的 所以学习就是要很用心 静静再静静 心情是有一点点紧张啦 因为我个人本身体质上都不是很好啊 所以我最近也是有说 好好地调整自己 准备好能够顺利地去入经账 透过反复不断地排练 志工们深入体会佛陀的悲愿 特别感受就是佛陀的辛苦 就是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 他说法49年嘛 头目水脑洗诗人 然后真的那种大爱 不是我们平常人能够做得到的 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 就希望他们能够感受 我们这个很多人一起的那种道气 跟那种磁场 大家终之沉沉往一个方向 去求法的那个心境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那个法给带回来 经过好几场的排练 一切准备就绪 带着满满的期待 志工们终于踏上千万零山法 会的旅程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新商报导